画面中的这头大野 被常威牢牢靠着脖子 生猛的他拼命挣扎 想要摆脱束缚 只可惜一切都是徒劳 常威和来福用尽全力将野猪吊了进 现在的野猪也只能用后腿站在地上 丧雕则赶紧打开铁笼的大门 想要用绳子将野猪的后腿拴住 虽然野猪没有任何挣扎的空间 但他们还是非常忌惮 这是在美利坚的阿拉斯加 当地的野猪已经泛滥成在 几人做了这个巨大的铁笼 里面放上一些美味的玉米 很显然这头野猪毫无防备地钻进去觅食 没想到却像老鼠一样被困到了笼子里 由于这里的野猪实在凶猛 几人根本不敢徒手将其制服 毕竟有传言的 一猪二熊三老虎 其他的大型动物见到人类会选择躲开 但生猛的野猪会直接正面硬杠 它锋利的獠牙和浑身的板铃 会轻而易举地对人类造成伤害 所以当地人在森林里宁愿遇见老虎黑熊 也不愿意跟野猪正面遭遇 丧彪很小心地通过铁笼缝隙 将野猪后腿捆了起来 就在大家以为万无一失的时候 野猪一个挣扎就挣脱了束缚 大野猪被吊起来勒得几乎快要喘不过来气 野猪在挣扎中又变了一个姿势 丧彪赶紧钻进笼子下方 这次他完全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将猪蹄并排捆了很多圈之后 这下才终于满意 野猪再怎么挣扎也没办法摆脱 紧接着丧彪将野猪的前体捆住 在几人的合力下 这头大野猪虽然充满了力量 但还是扛不住两脚兽的降维打击 众人将野猪手脚彻底五花大绑之后 这才敢松开猪嘴上的绳套 凶猛的野猪终于意识到大现一致 惊恐不已的他只想回家找妈妈 众人对于这里的野猪早已恨得咬牙切齿 直接将野猪从铁笼里拖了出来 就这样大野猪毫无还手之力的 就被这群老六给制服了 等待他的将会是奸扎住的 相信这头野猪以后再也不敢随便钻铁笼了 完了芭比皮了 这头大狗熊被这群老六给捉住了 大狗熊意识到上当受骗 想要逃跑 只可惜他怎么也打不开这个铁笼 这群老六赶紧过来围观拍照 一想到两角兽会对自己掏心掏肺的好 这头熊心里此刻绝对紧张极了 原来就在刚刚 村民在树林边上布置了一个大铁笼 很快这头棕熊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原来这头熊经常跑到居民家里偷吃食物 而且他除了鸭脖以外什么都不吃 看来这家伙居然还知道什么最好吃 这头熊实在是太嚣张了 而且他一直徘徊在村子周边 很容易就会对村民的人生安全造成一块 于是这里的村民就准备给这头熊好好地上一个 让这头嚣张的狗熊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 笼子正中间挂着的就是新鲜的鸭脖 这只狗熊当场就心花怒放 没想到自己只是出来六个万 居然还能捡到一个鸭脖来吃 于是他寻找着钻进笼子的入口 棕熊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吃素的 但偶尔也会搞点蛋白质改善一下生活 要知道像这种鸭脖绝对可育而不可求 待在森林里的很多棕熊 一辈子也尝不到一口鸭脖的味道 这头大狗熊终于找到了入口 他钻了进去吃了一口 果然鸭脖的味道绝对比水果要好吃太多了 但只是这一口 哪里能填饱他的肚子 吃完一块的大狗熊 看着笼子中间挂着的鸭脖 实在没有顶住美食的诱惑 他毫无防备地往里面钻了进去 就在他想要咬下剩下的鸭脖的时候 自己的拉扯却触发了笼子的机关 铁门瞬间反转过来严丝合缝地盖住 大狗熊意识到上当受骗正四处冲撞着 虽然棕熊力大无穷 但这个坚固的大铁龙 就是为了他而量身定做的 慌张的狗熊再也没有心思去施压活 看着埋伏在周围的村民已经现身 这头狗熊终于开始害怕了 他摇动着铁门想要打开一条绳路 只可惜怎么也打开 大狗熊看着两脚兽像看猴子一样围观着自己 他终于见识到了两脚兽的力量 无奈也只能坦然接受被抓住的命运 相信他以后再也不敢偷吃鸭脖了 各位小伙伴认为村民会如何处置这头狗熊 群越南老表实在太疯狂了 他们居然在收割的稻田里布置一个大鱼网 此刻的稻田里根本没有任何谁 他们这究竟是想要抓什么 看完之后让人直呼不可能 赶紧艾特尼没见过世面的朋友一起来看看 每当水稻收割季节 丰收的水稻并不能引起老表们的兴趣 最让他们疯狂的 还是莫过于藏匿在稻田中间的各种小可爱 从我国进口的收割机所到之处 里面的小可爱就会荒不择路完命投赛 所有的村民已经将稻田团团包围了 绝对没有一口美食能够逃出他们的魔掌 只要是发现小可爱的身影 老表们就会像看到亲爹一样亲切直接飞扑上去 小可爱再也没有了任何逃跑的动力 每个人都收获破坊 大部分小可爱会顺着稻田一路往前方逃散 殊不知老表们在尽头固执的欲望 正等待着小可爱们的到来 就这样 老表们簇拥着收割机前进阵 包围圈现在也越来越小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会到来 要知道他们在种植水稻的时候 并不会使用过多的化肥和农药 充满水的稻田里简直就是一个齐全的生态系统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动力钻的 你想象的到的这里全部能抓到 随着最后一笼水稻已经被收割完毕 整场的气氛也就彻底达到了高潮 老表们纷纷坐在渔网前面 现在整块稻田里的精华全部集中在这里 你没有看错 他们现在抓的就是肠尾兔 不得不说他们属实生猛 也完全不害怕被咬上以后 也不担心肠尾兔会钻进裤腿里 肠尾兔被抓住后直接在大腿上喝一下 小可爱立刻就晕死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老表口中的美食 就是这玩意儿他们三天不吃就会浑身难受 其售价一斤也居然高达五百克 而且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所以老表们才会如此的疯狂 将一往前面的肠尾兔全部抓住之后 他们合力拉起这个巨大的鱼网 我的一个乖乖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整块稻田里的肠尾兔全部都在里面 这足足有几十斤重 相信他们今天有口服了 这种肠尾兔小伙伴你们喜欢吃吗 恒河便宜大鲫鱼居然可以长到六十多斤 这绝对是你见过最大的鲫鱼 这条鱼在摊位上已经摆了整整两天 今天终于被一个土豪顾客买下 在这里买鱼如同拆盲盒一样 运气好就可以在鱼肚子里找到金戒指 运气一般的能收获一肚子鱼子酱 有些倒霉的可能会搞到一肚子面条 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些鱼究竟是吃什么长大的 顾客买下之后三哥都会帮忙处理一下 这么大的一条鱼 也只需要一把长刀就能轻松解决 三哥的刀法行云流水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想要刮掉这种鱼鳞非常困难 所以三哥干脆直接将鱼皮连同鱼鳞一起削下来 处理鲸鱼也被他玩出了切割金枪鱼的感觉 不得不说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毕竟在他们这里 如果杀鱼的师傅刀工不好 那生意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顾客在旁边看的也是心话怒法 当然他也在期待着鱼肚子里能开出来个宝贝 三哥的长刀在鱼皮身上轻轻划过 整张鱼皮就自然脱落 而你也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划破鱼肉 毕竟他单身三十年的右手早已经练就的炉火纯青 只凭借着刀刃接触鱼身细微的感觉 就可以做到丝毫不差 这条大鲫鱼是三哥从恒河里捞出来的 像这么大的鱼在恒河里到处都是 但一般人也不敢吃 毕竟恒河水污染非常严重 加上他们特殊的水葬习俗 谁也不知道这些鱼究竟是吃了什么长大的 你别说在鱼肚子里找到一个金戒指 就是找到一个手指也不会让人感觉意外 在片刻之间 三哥已经将整张鱼鳞全部削得一干二净 接下来就可以打开鱼肚子一探究竟 这个顾客究竟是赚了还是亏了我们拭目以待 三哥首先要拆下鱼头 不得不说这个鱼骨头是真的硬 足足卡了好几刀才成功拿下 接下来三哥切开鱼腹 他在鱼肚子摸索了半天之后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值钱的宝贝 但这鱼肚子的鱼子酱也属实不错 总比开出来一肚子汇动的宽面条要好太多了 剩下的鱼肉处理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 全部噶成大块 顾客带回家里沾上马沙拉 稍微加工一下就是一顿美食 这种大鲫鱼小伙伴你们喜欢吃吗 这头倒霉的野猪被三哥这群老六给捉住了 野猪想到三哥会对自己掏心掏肺的好 他当场就崩溃了 三哥抓获野猪的方式也属实气得 看完之后直呼不可能 就在前段时间 三哥村子里发生了几件怪事 山上的野猪居然跑到三哥家里找家猪约会 但让人意外的是 三哥家里养的猪生下了一群不伦不类的小猪仔 每次想到这里三哥都快要被气死了 毕竟野猪繁殖出来的后代根本不长肉 无论怎么养也都是个赔钱的买卖 这头野猪整天神出鬼没 有如神龙剑手不见尾 每天天刚亮他会跑到后山上觅食 直到天黑之后 他又会偷偷潜伏进三哥家里 直到三哥看见家里多了一群小野猪才发现异常 经过几天的观察之后 三哥已经断定这里就是野猪上山的必经之路 复仇的欲望已经让三哥失去了离职 他找到几个村民帮忙 将村子里的这个缺口用大网全部围堵起来 为了避免狡猾的野猪会冲破大网逃之遥遥 网子一律采用最结实的尼龙绳打造而成 再将锯网顶起来一米多高 现在所有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 众人也只需要隐藏起来耐心等待几个 随着天意大量 睡过头的野猪想要到后山找吃的 他刚潜伏进草丛就发现后面有人驱赶 大野猪此刻意识到事情败露正玩命的桃子 他一眼就看出了前面是个陷阱 大野猪调整方向寻找新的出路 野猪慌不择路急速狂奔 看不清前方路况的他穿过灌木丛 一头扎进了布置好的大网上面 野猪挣扎着想要站起身来继续逃跑 早已经等待多时的三哥迅速赶来将其控制 三哥骑在野猪身上将其压住 这下大野猪再也没有任何逃跑的动力 只能躺在地上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 为了避免这头野猪会拔掉咬人 三哥拿来绳子套住野猪嘴巴 再将野猪的四肢牢牢捆住 这下野猪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愤怒的三哥保证会对这头野猪掏心掏肺的好 然后会经过三哥的热心肠 重新将野猪放回大自然 相信这头野猪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进村了 出大事的兄弟们 当外国人学到麻辣小龙虾的精髓之后 居然也深深的爱上了这种味道 你看看龙虾节的现场是多么的热闹 话说这里的小龙虾已经泛滥成灾了 自从研究出最新的吃法之后 丧彪常威和来福每天都要出门抓龙虾 一堆不要钱的咸鱼就是诱饵 每次出门居然就能搞到一船的龙虾回来 这里是美利坚佛州大沼泽无人区 每条河里其实都充满了小龙虾 为了能够让抓捕效率更高 他们开船前往一条更加宽广的河里 很快几人就到达了目的 几人稍微准备一番之后 就开始了今天的步骤 就是画面中这个简单到极点的大炉子 每次都能收获十几二十斤的龙虾 你看看各个活力十足皮毛限量 只是这一龙的收获就足以让我们饱餐一顿 丧彪将几条咸鱼放进笼子当作诱饵 等到明天又可以收获这么多 紧接着他们便开船前往下一个笼子的位置 不得不说这里的资源实在是太好了 随便提起一龙都有这么多 个体小的直接丢掉 大小合适的就推向前方的缺口 下面有个袋子刚好可以把龙虾全部截住 这里简直就是小龙虾的天堂 没有任何污染的水源和充足的食物来源 让这个大沼泽如同国内的龙虾养殖鱼塘一样 尤其是像这种充满了水葫芦的区域 美网的收获更是让人震惊不已 小龙虾惊人的繁殖速度加上生长周期很短 即使丧彪每天抓走一顿 对这里的小龙虾数量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在此之前 当地人并不喜欢吃小龙虾 自从知道我们的经典做法之后 他们也深深爱上了这种味道 丧彪来福和常威兄弟三人 也是靠着抓龙虾的独门绝技 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几十个龙子全部收取完成之后 足足装满了八个麻袋 这惊人的效率跟去批发市场进货没有任何区别 龙虾全部放进大锅里 只需要用水稍微冲洗一下 就可以放进大号锅炉里熬煮 煮熟后全部捞出就可以装盘 再配上一根玉米和一个土豆 一份美味的小龙虾就彻底做好了 这种做法各位小伙伴你们喜欢吃吗 你绝对不知道 鲸鱼爆炸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烧不留神就会被崩飞起尸 实在是太刺激了永远 俗话说已经落万物上 如果鲸鱼死亡在深海之中 它巨大的身体会给周围的海洋生物 带来丰富的食物 但如果死亡的鲸鱼飘到了岸边 则会给当地带来不少的麻烦 画面中可以看得到这头死亡很多天的鲸鱼 已经被海浪冲到了岸边 旁边就是居民区 鲸鱼圆鼓鼓的肚子如同一个大号的气球 其体内的消化残留物 加上内脏经过发酵分解之后 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谁也不知道这条大鲸鱼 什么时候会发生爆炸 所以对于这种鲸鱼 处理起来难度也非常的大 这个国外海边的小镇 就会经常挑来死亡的大鲸鱼 几十吨重的腐肉停留在沙滩上 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 有时候还没等来救援人员 鲸鱼已经开始发生变形 内部的混合物顺着破损处喷涌而出 好在周围的群众对于这种情况非常熟悉 如果刚好就在旁边围观 恐怕绝对要被喷上一身的马沙拉 这位勇士一看就是一个高手 他想要将鲸鱼分割之后全部运走远 没想到第一刀 他就成功找到了鲸鱼的弱点 鲸鱼体内的物质顺着刀口冲了出来 突如其来的惊喜让小伙毫无防备 围观的群众发出一阵唏嘘声 不得不说这种感觉确实够酸爽 好在小伙平安无事最终成功清理掉了大鲸鱼 相对于前面的勇士 这位小哥则更加的惊险刺激 这头巨大的鲸鱼身体非常的完整 没有任何漏气的外表 说明内部威力更加巨大 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 经验丰富的小哥全副武装才敢靠近 他很小心的用刀子将鲸鱼肚皮划开 此刻的他绝对紧张极了 毕竟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爆炸 好在这个小哥也是无比的幸运 内部物质瞬间从小哥面前喷涌而出 我滴个乖乖 如果刚好喷到小哥身上 估计最起码也要被顶飞几十米远 各位小伙伴以后在遇见这种鲸鱼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远离 你绝对不敢相信 战斗民族几个小哥在山里游玩的时候 居然发现一只炎羊从山顶一路滚了下来 在这天寒地冻的雪山上 但凡炎羊出一点意外就可能会被冻死 于是几人赶紧爬上雪山准备一探究竟 果不其然就在他们前方十几米的位置 真的就发现了那头倒霉的炎羊 此刻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 出来完还能捡到这么大一只羊也属实不错 几人准备把炎羊带回去当做晚上的下酒菜 当几人靠近一看 这头炎羊居然还有口气在 不停抽搐的身体说明他已经身负肿伤 毕竟刚刚亲眼看见他从上百米高的悬崖掉了下来 很显然几人已经没办法拯救他的生命 让他没有痛苦的快点结束生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战斗民族小歌手拿钢锯想要前去分割炎羊 意识到危险的炎羊当时就清醒了过来 我低个乖乖炎羊的求生欲真的太强了 虽然后腿已经成为了百姓 但他一路像飞一样窜到了山下 一路还差点撞到了两个小哥 这就是炎羊不可思议的身份 如果是正常状态下想要抓获一只炎羊真的难入登天 最终这只羊还是因为体力不支困在了山脚下 小哥见到嘴的羊肉又差点跑了 众人反应过来之后立刻就包抄了上去 这只炎羊虽然已经残废了 但想要制服这半条命的羊也要破费一番功夫 要知道平时炎羊就生活在崇山峻岭之间躲避天敌袭击 其攀爬能力堪逼专业攀岩运动员 在接近90度垂直的峭壁上如履平地 可能是下过雪的山顶狠滑 炎羊一脚没站稳就摔了下来 经过一番追逐之后 小哥终于抓到了炎羊的后背 这只羊最起码也有两三百斤重 巨大的羊角和魁梧健壮的身材显得格外美味 气质都跟普通的山羊完全不一样 各位小伙伴认为 这群战斗民族的小哥会如何处置这头炎羊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如果你也喜欢吃烧烤鹅卷扇 那你可刚好又赶上了我的好兄弟 裹上一层海盐整个放在炭火上烧烤 这夏天烧烤的感觉一下不就来了吗 赶紧爱特你没吃过的朋友一起来看看 保证让他相当的满意 在越南的菜市场里 不管你想吃什么鱼 神通广大的老板都能给你搞来 眼前这种不大不小的恶雀扇 就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老表为了解馋花巨资买下一条 服务周到的老板总会帮忙处理一下 他像鳄鱼一样满口尖牙让它锁向无敌 身上的鳞片犹如一层铠甲一样刀枪不住 想要处理这种怪鱼难度确实很大 由于恶雀扇的内脏和血液含有剧毒 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食客中毒 聪明的老板总是能想到最好的处理方式 他在恶雀扇的脖子下面划出一个口子 这也是整条鱼防御最为薄弱的位置 老板顺势掏出一块内脏 然后他把手顺着缺口伸了进去 在恶雀扇肚子里一顿捣鼓 很快有毒性的内脏就被他全部抠了出来 最后再用水管冲洗一下 整个处理过程也就彻底完成了 老表将恶雀扇带回家里之后 他取出烧烤架子顺着恶雀扇的头部就插了进去 不得不说这鱼的骨头是真的硬 必须借助锤子才能成功固定 为了让鱼肉更加入味 老表将香茅香菜再寄于肚子里 再搞了一盘海盐给恶雀扇做个全身按摩 或许这条鱼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居然是这种死法 将恶雀扇放到火炉上烧烤 此刻一定要注意火候 火太小容易造成加成 火太大则容易烤糊烧焦 十分钟后 就可以将大鱼翻过来烤另外一鱼 在高温的作用下 恶雀扇很快就变得外焦里嫩鲜香无比 鱼肉表面也滋滋作响 这不就是夏天烧烤的感觉吗 我的好兄弟 此刻的你是不是忍不住 已经在吞咽口水了 全部烤熟之后就可以将恶雀扇放在芭蕉叶上 用剪刀就可以直接剪开鱼皮 里面的鱼肉绝对非常入味 鲜香无比 再配上一份灵魂战量 你就等着美吧我的好兄弟 各位小伙伴是否还记得非洲马赛人 这才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一个民族 面对狮群辛苦抓到的猎物 马赛男人毫不畏惧的直接上去就拿 而占据绝对优势的狮群根本不敢反抗 这是狮群对马赛人刻在骨子里的恐惧 毕竟马赛人必须单独猎杀一头狮子才能成年 马赛勇士卸下一条牛腿扛着就走 留下心有余悸的狮群半天缓不过神来 而如今这片大地上的马赛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下面跟随越南老表的镜头一起前去一探究竟 这是在肯尼亚南部一个偏远的地区 想要到达马赛人部落必须要坐几个小时的车 这里很完整的保留了原生派的东非大草原 道路虽然非常坎坷但沿途的风景真的是美不成熟 沿途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不远处成群的长颈鹿也在好奇的看着观光车 小狐狼也在寻找着自己的目标 前方的平原视野非常开阔 所有的动物似乎相处的都非常愉快 打工道也非常悠闲的躺在地上休息 完全不用担心猎老二前来掏钢 因为此刻的猎老二也在地上悠闲的休息着 再往前去绝对会惊掉你的下巴 这漫山遍野的全部都是斑马和脚马群 他们无忧无虑的在这里繁衍圣戏 完全不用担心被人类抓起来 这是因为当地对于野生动物出台很多政策来大力保护 它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人类牟利的工具 这里的野生动物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参观 即使凶猛的狮子就在眼前 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会主动攻击 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 没有任何工业文明的痕迹 或许只有在这里 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老表乘车穿过庞大的脚马群 终于在接近天黑的时候 他们才感到传说中的马赛人部落 马赛男人依然保留着身披红袍的习俗 这绝对是草原上各种动物的噩梦 而如今当地有关部门 已经不允许他们猎杀狮子来完成成年里 他们跟其他的野生动物都和睦相处 生活在这片大地上 每家都圈养着几十头牛作为生活物质来源 经过多年的发展 他们已经从原来的游牧居无顶梭 演变成了现在的村落居住房式 但房子都是由泥土建成的 他们最喜欢穿的鞋子 是用废弃的轮胎改造成的 这样皆是有耐磨 村落中间还保留着一个大广场 在以前每当部落里的男人外出狩猎的时候 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前来载哥载舞 毕竟这群勇士面对的是凶狠的失群 或许这样就可以给他们带来好业 保佑每个勇士都能平安归来 如今却变成了欢迎外地游客的仪式 广场后面的空地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集市 在过去十里八乡的族人会在这里交换物质 而如今这里却变成了小商品集贸市场 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会有大批的游客前来购买 琳琅满目的各种手工艺品让人眼花缭乱 马赛人也会热情地向游客推销自己的商品 这也给他们提供了一部分收入来源 虽然这里条件看起来非常一般 但他们生活的也非常快乐 无忧无虑的笑容始终挂在他们的脸上 这条正宗的横河大鲤鱼 注意看他鼓囊囊的肚子几乎快要爆炸 你绝对猜不到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据说就在前几天有人在鲤鱼肚子里 找到了一枚五十克的金戒指 我第一个乖乖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绝对深深刺激到了附近的居民 他们纷纷前来排队购买鲤鱼 也想开出一个金戒指 这条鲤鱼那么大 肚子里指定藏着不少的宝贝 话说想要在三哥这里做点生意属实不容易 除了要物美加烈以外 你还要有独家技术才能征服顾客 比如眼前这个鲨鱼的小哥 凭借着单身三十年的右手加上一把破伤风之刃 只要在鱼身上轻轻划过 整张鱼皮就自然脱落 你还别说这种去鱼鳞的方式还挺记得 看起来也是相当的解压 顾客看着鲨鱼小哥让人眼花缭乱的表演 自然心花怒放 等会买起单来也绝对的非常爽快 根本不会讨价还价 话说回来 其实恒河大鲤鱼也没有还价的必要 众所周知恒河水污染非常严重 虽然河鲤鱼鳖很泛滥 但一般人根本不敢轻易去吃 加上当地特殊的水葬习俗 谁也不知道这些鱼究竟是吃什么长大的 你别说在鱼肚子里找到一枚金戒指 即使找到几根手指恐怕也不会太意外 这才一分钟的时间 小哥已经将鱼鳞基本处理干净 他光着脚蹲坐在木桩上面 仔细检查有没有遗漏之处 即使鲤鱼的尾巴已经挨到了脚上 也完全不用担心顾客会因此而生气 毕竟现在顾客最为关心的 还是这鲤鱼肚子里究竟藏着什么 这种开盲盒一样的买鱼方式 也为顾客平淡的生活添加了些许乐趣 在这里鱼头只需整个铠下不用做任何处理 在砍掉鱼尾巴之后 就来到了让顾客非常紧张的环节 这条鱼究竟是买亏了还是赚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小哥直接把鲤鱼倒立站在案板上 只是挤刀下去 鱼背和鱼堵就彻底分离了 不得不说他每一次下刀都在你我的意料之外 小哥赶紧打开鱼肚子一看 这里面金灿灿的一大坨原来都是鱼子 这个结果也属实不错 有些倒霉的还开出来过一肚子垃圾 剩下的鱼肉处理起来就没有任何难度 全部砍成块状 顾客带回家里摘上马沙拉 稍微加工一下就是一顿美食 这种大鲤鱼各位小伙伴你们喜欢吃吗 藏镖钓到一条鲤鱼巨骨吧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条鲤鱼的造型是如此的怪异 好像两头都是尾巴 难道这是被核辐射之后变异的粘鱼 国外小伙丧彪听说这条河里有怪物出没 于是他拿着鱼肝想要过来一探究竟 千万不要小看这条看似平静的大河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究竟是惊喜还是惊慳 钓鱼用到的诱饵也非常的简单 几条蠢虫挂在三角沟上 然后再取出中国进口的秘质小药 喷洒均匀之后就可以提高诱饵的穿透力 抛干将诱饵放进树根后面的回水外 桑彪左手持杆右手拿出了祖传钓鱼神器 这个简单的神器就是在这里钓大鱼的法宝 千万不要惊讶仔细看注意听 桑彪将神器放到脚下的水面上 然后有节奏的拍打水面 这样就可以模拟出小动物落水挣扎的声音 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大祸从不远处赶过来 要知道这条河里有着数不清的巨型食人年 果不其然很快鱼竿就传来了巨大的动静 桑彪果断提干受限 这条巨物瞬间就意识到上当受骗则疯狂逃擦 要于经验异常丰富的桑彪牢牢控制住鱼竿 现在需要消耗巨物的体力 等到巨物不再挣扎的时候再将其拉出水面 没想到就在下一秒意外再次发生了 刚刚咬钩的巨物再次疯狂挣扎想要逃跑 很明显这是有什么更大的巨物试图攻击的 而从这个时候开始 桑彪感觉鱼竿异常的沉重 拼尽全力也勉强才能控制住鱼竿 现在鱼竿上传来的动静 完全不像刚刚咬钩的大鱼 此刻的桑彪也是一脸的猛逼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 就这样一直跟水里的巨物做着斗争 终于在双方较量了半个小时后 这个巨物霸慢慢没有了体力浮出了水面 桑彪趁机将这个巨物霸拉到岸边 这一幕确实非常罕见 不知为何这条大鱼似乎两边都是尾巴 桑彪经过一番检查之后 才发现这个巨物霸嘴里 原来是一条几十斤的小鲶鱼 看来这里流传大鲶鱼能吃人的传闻 并不是空穴来风 小鲶鱼恢复自由之后 被吓坏的它赶紧回家找妈妈了 你绝对不知道野猪究竟有多生猛 面对几个成年人它丝毫不慌 居然瞅准机会还想要发起攻击 老表究竟会不会被野猪顶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几个越南老表在后山遇见了一头大野猪 老表当场就兴奋极了 要是能成功制服并带回去 两三百斤的野猪绝对够它们吃上几天 老表手拿工具带着猎圈 已经将野猪团团包围 但大野猪根本不把人类放在眼里 居然不慌不忙地寻找着出路 老表一时间也不敢靠得太近 俗话说一猪二熊三老虎一点也没错 要知道野猪的脾气非常暴躁 在森林里遇见人类的时候 它不会选择逃跑 而是直接正面硬杠 野猪浑身上下充满了蛮力 发起攻击的时候就会全力冲撞 再配合上它那锋利的獠牙 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被野猪送上西天 所以经验丰富的山里人 宁愿遇见狮子老虎等猛兽 也不愿意跟野猪正面遭遇 眼瞅着包围圈越来越小 大野猪意识到危险想要逃跑 它瞅准机会直接冲往前方的密林 眼瞅着主熟的鸭子可能要飞走 老表赶紧拿着棍棒到前方围追堵截 凶狠的比特犬跟在野猪屁股后面狂叫 一时间它也不敢发起攻击 万一不小心真的惹怒了大野猪 这条猎犬绝对顶不住野猪的一次攻击 在众人和猎犬的配合下 大野猪再次被逼挺 老表手拿绳套准备套住野猪脖子 而野猪已经被比特犬的狗叫声彻底激怒 野猪转着圈寻找机会想要顶飞比特犬 狗子当场就耸了只能慌忙躲避 野猪对于自己会不会被老表套住 说实话它已经无所屌位 眼前这个凡人的狗子一定要先收拾一下再说 就这样大野猪跟猎犬在树林里你追我赶 完全没有把周围的人类看在眼里 或许他根本看不上人类的战斗力 果不其然野猪成功撵走狗子之后 一个回首掏就朝着老表冲撞而来 毫无防备的老表突然就被顶翻在地 无奈几人也只能赶紧撤退 半天才缓过来神的几人再次补足勇气寻找野猪 顺着地上留下的足迹 原来大野猪已经逃到了密林中间 嚣张的野猪转了一圈之后 不慌不忙的扎紧密林深处 留下一脸猛逼的老表呆在原地不知所措 你绝对不知道越南的稻田里究竟藏着多少惊喜 每逢水到的收割季节 丰收的水到并不能引起村民的兴趣 反而是稻田里藏着的各种小可爱 却是大人小孩们的最爱 伴随着收割机的前进 轰隆隆的响声惊扰了躲在稻田里的小可爱 他们开始玩命的逃算 但这里早已经被村民给团团包围了 不管他们跑到了哪里都会被缉拿归岸 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顿不可多得的美食 今天老表的手气也非常不错 居然抓到了一只两斤重的巨型肠尾兔 被粉碎的稻草堆里也藏着不少的好货 他们发现了一条淡水花纹满 小娃娃抓着尾巴就开始托马斯回旋 转得慢了这玩意儿还真会咬人 在强大的离心力作用下满鱼很快就被转得头晕目眩 小娃娃趁机甩到裤裆里一下子就夹住了 不得不说他们胆子真的蛮大的 几十个人已经将这块稻田团团包围 手里拿着两把稻草随时准备出击 各位小伙伴注意看了 我老表马上就能收获一只超级巨大的长尾兔 很快一只巨大的黑影突然一闪而过 小娃娃们立刻就兴奋了起来 他们呼喊着朝着长尾兔包抄过去 只是一个回合 长尾兔就被我老表一巴掌摁在了地上 走投无路的长尾兔钻到了稻草堆里 杂草让他看不清前方的路况 我滴个乖乖这也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绝对是小编我见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只长尾兔 众人也发出警惚声 肥嘟嘟肉呼呼的最起码也有一两斤重 老表看着就流出了口水 像这么大体型的老表们也没有见到过 当然要给周围人好好地炫耀一下 等农忙完毕之后 他们还要去五八同城上找个工作 要知道普通的长尾兔一斤只有五百个 而这种一公斤却高达一千克 村民们纷纷投来羡慕地眼光 只是这一只就够两个老表宝餐一顿 当地人认为这种长尾兔非常的干净 他们三天不吃就会浑身难受 这种长尾兔各位小伙伴你们喜欢吃吗 越南老表抓黄扇真的好厉害 抬起一魂木棍 下面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黄扇在蠕洞中 在有树叶堆积的地方产量更是高到吓人 随便扒开一层薄薄的树叶 下面除了黄扇还是黄扇 老表们直接坐在地上抓的根本停不下来 完全不害怕突然从里面钻出来一条 带纹身的有毒黄扇 这一块区域的收获最起码也有几百斤重 市场上一斤高达五百个 老表分分钟就可以取上一个媳妇 注意看网子最外围也有不少的好货 只要抖动一下旁部 下面的黄扇意识到危险就想要逃算 只可惜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老表全村就是靠着这个养殖黄扇的独门工夫 全村人都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而他们究竟喂给黄扇吃了什么 他们才长得如此迅速密度这么高 今天就跟随我老表的镜头 带着各位小伙伴们去一探究竟 画面中这几个棚子 就是我老表家养殖黄扇的网香 每天早上表叔就开始给黄扇做饭吃了 黄扇属于一种杂食性动物 饮食配比一定要荤素搭配 最常用到的就是这种又大又圆肉质饱满的福寿罗 由于福寿罗体内含有很多种寄生虫 人类贸然是用轻则发烧穿袭 重则危及生命全村开袭 但作为食物喂给黄扇却没有一点问题 表叔首先将罗肉全部挑出来 这种福寿罗在田间地头到处都是 根本不用花钱 这免费的高蛋白喂养黄扇在合适不过了 挑福寿罗肉也是一个麻烦事 眼瞅着马上就到了黄扇们的饭点了 老表不得不上前去帮忙处理一下 等喂完黄扇之后 老表还要去五八同城上找个工作 全部挑出来之后稍微清洗一下 还有一些合理抓到的小鱼小夏 为了能够让黄扇吸收更好 表叔用一个粉碎机将小鱼和福寿罗全部搅吸碎 这种糊糊状的食物 只要黄扇一张口就可以吃下去 接着再搞几碗颗粒状的饲料搅合在一起 最后再加入这种白色的粉末 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物质的 稍微搅拌一下之后 黄扇的早饭也就终于做好了 只需要将食物放在头胃后 黄扇就开始缩得根本停不下来 这样养出来的黄扇各位小伙伴 你们喜欢吃吗 你绝对不知道 在这里抓黄扇究竟有多刺激 抬起一盒木棍 下面居然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黄扇在拼命蠕动 这惊人的产量直接惊呆了小伙伴们 这里是我越南老表家的后院 就是画面中这个几个不起眼的围网 正是老表发家致富的秘密 单身三十多年的老表今天就决定 把这个网箱给盘一下 只要不出现意外 里面的收获就足够他取上一个媳妇 那么这一网的收获究竟如何 各位小伙伴我们拭目以待 老表请来几个村民过来帮忙 众人要做的就是首先把表面的杂物给清理一下 最上面一层是周围掉落的树叶 黄扇的习性就是喜欢钻洞 这个简陋到极点的网箱没有地方可以让黄扇打洞 聪明的老表在里面放了一些树枝 树枝的空隙就可以为黄扇提供栖息的场地 在十来个村民的合作下 上面的树枝和杂物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 他们直接光着脚并排着蹲在里面 现在只需要慢慢的扒开泥土寻找黄扇 完全不害怕突然扒出来一条带纹身的有毒黄扇 上面的地势可能略高一些 并没有发现太多黄扇的踪迹 注意看另外一头的这个大土堆 这里面绝对暗藏玄机 村民清理了一半也没有多少收获 难道老表娶媳妇的计划就这么泡汤了 随着村民的继续清理 意识到危险的黄扇终于开始不淡定了 他们还想要逃跑却被村民一把抓住 等把这些黄扇全部抓完之后 他们还要去五八同城上找个工作 原来整个网乡里面的黄扇 全部都躲藏在了这个角落里 我第一个乖乖这实在是太刺激了 扒开这层薄薄的树叶 下面藏着的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黄扇在蠕动着 几乎已经没有任何淤泥全部都是黄扇 现在也只需要将黄扇全部放进筐子里 村民们也抓得根本停不下来 这种人工养殖的黄扇已经高达五百个 看来老表娶媳妇的愿望也终于可以实现了 他居然直接坐在里面抓了起来 完全不害怕黄扇会顺着裤腿钻进去 最后的角落里也藏着不上 看来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丧彪带着女朋友在荒岛上求生 结果差点把自己饿死在这里 两人也只能靠着抓巨型螃蟹维持一下生活 外出寻找食物的丧彪 在沙滩上发现了一只晒太阳的海贵 这玩意在这里属于保护动物 贸然捕猎恐怕要被抓去采缝刃机 无奈丧彪也只能继续在海边寻找着 在这里的海滩上 有很多的神秘的生物会打出洞穴 谁也不知道里面藏着的是惊喜还是景象 要是不小心被一条带花纹的有毒鰻咬上以后 在这荒郊野外来不及送到医院 就要全村开袭 丧彪在这个小坑里寻找了半天 也不见有任何活物的痕迹 而就在旁边的小水坑里 赫然发现趴着一只小螃蟹 但这只实在是太小了 还不够色牙缝 无奈也只能将其放手 经过几个小时的寻找之后 丧彪已经被晒得全身有黑 如果再抓不到东西吃 两人的荒野求生就变成了荒野求死 终于丧彪还是在这个水坑里有所发现 他已经用树皮触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活物 丧彪也不敢贸然下手去抓 万一里面的东西突然咬到了手指 后果将不堪设想 很快一只小螃蟹浮出了水面 丧彪趁机将其抓获 这只小螃蟹也有个两三斤 足够一个人填饱肚子 丧彪发现这是一只工蟹 那么里面这个水坑里一定还有一只母螃蟹 于是丧彪用树皮挡住手掌 这样就不至于被巨型螃蟹夹到手指 就在他触碰到螃蟹的瞬间 吓得他赶紧拔了出来 丧彪当场就兴奋极了 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大的螃蟹 要是能够成功搞上来 那么两人的口粮算是有了着落 终于经过半天的努力 这只巨型螃蟹的蟹箭 慢慢地露出了水面 此刻的他非常生气 举起大大的钳子想要夹住丧彪 丧彪顺势抓住蟹箭 一把就将这只巨无霸给提了上来 我滴个乖乖 这只巨大的母螃蟹就被他拿在手里 看起来这只母螃蟹跟丧彪一样大 看来这对正在动力谈恋爱的螃蟹 今晚就要被丧彪这对情侣给烤着吃了 你绝对不知道在亚马逊河抓鱼究竟有多刺激 巴西老表开着小船在潜水去撒网 这一网虽然挂到了树枝上 还是收获了两条小鱼 但这种小鱼根本不是他们的目标 这只是他们抓大鱼的诱饵 将小鱼全部放进活鱼舱里 老表们的好戏才正式开始 只见他用巴掌大的鱼钩挂住白昌背部 这样诱饵就会在水里一直挣扎游动 要不了多久 就会引来进攻性鱼类的古石 用一根竹竿插在岸边 如果你想在这里钓鱼 必须采用连牛都拴得住的尼龙绳 为了防止大鱼咬勾后拉走钓竿 老表将绳子的另外一头牢牢拴在岸边的树根上 做好这一切之后 老表就可以去布置下一个装置 必须要采用活鱼当作诱饵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为了提高成功率 老表在河道的支流处 也并排放置了几个钓竿 做好这一切之后 他们就可以回家耐心等待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 老表们就迫不及待的前来查看收获 要知道亚马逊河绝对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几十米长的大森然和致命的大鳄鱼都很常见 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玩意吃下了诱饵 第一个钓竿就有所收获 这个酷似大翘嘴的怪鱼居然还长了满口的尖牙 一看就是这条河里的狠角色 老表直接将大鱼丢进船舱 第二个钓竿绳子已经被拉着 看来这下面也有个大祸 老表轻轻拉起绳子 想要看一看 大鱼意识到危险想要逃菜 只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 他瞅准机会顺势将大鱼拖进船舱里 这就是传说中的虎文鸭嘴年 在宠物鱼玩家眼里绝对价值不菲 但在这里只是蛋白质的来源而已 或许这就是很多人喜欢钓鱼的原因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条咬钩的究竟是个什么 眼前这个钓竿绳子已经崩直 老表很小心的靠近 轻轻提起鱼线才发现 这原来是一条上百斤的巨型黄蜡 这个巨无霸经过一整晚的折腾 此刻早已经精疲力尽无力挣扎 但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将其搞进船舱 另一个老表赶紧前去帮忙 这条大鱼终于被放进了船舱 像这么大的黄蜡地 各位小伙伴你们见过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